今天早上国际间真的发生不少重要的大事 像是美国军方指控一架无人机攻击约旦的一个基地 造成严重的死伤 另外法国罗浮宫博物馆知名的蒙娜丽莎画作 竟然惨被攻击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来看今天的国际发烧事 首先来关心中东地区的新闻 三名美军传出在约旦东北部靠近叙利亚的地区 遭到无人机攻击身亡 是以下冲突爆发以来 首都在中东有美军预袭丧命 越南政府随后宣称 攻击应该是发生在叙利亚境内 美国总统拜登则指控 这是由伊朗支持的武装团体所发动的攻击 强调美方将有所回应 在欧洲方面 位在巴黎罗浮宫的名画蒙娜丽莎的微笑 28日遭到环保人士泼洒汤汁 大国环保组织食物响应随后发文表示 这次的抗议行动是为了呼吁各界 正式环境和粮食供应的问题 索性化作受到强化玻璃保护 并没有出现损坏 另外最近中国股市脊弱不振 中国证券监管当局下令 为了优化融券机制 29日起全面暂停限售股出借 业界认为虽然这个措施整体影响有限 但针对稳定市场的决心释放了明确的讯号 中国媒体认为A股市场将再吹暖风 至于美国方面 随着通货膨胀逐渐下滑 市场普遍认为月底的利率决策会议 几乎确定联准会将按兵不动 此外未来几个月 预料已会开始进入降息 不过这些时间目前还不明朗 分析多数认为3月或是更晚 才有可能施行 华语新闻黄文君综合报导